學生烈火吞噬兩輛摩托車 還發出了陣陣濃煙 消防隊員趕到現場趕緊拉起水線灌酒 車子撞了毀了 騎士躺在路面上表情痛苦 雙手雙腳都骨折 動也不能動 當時這名孝性騎士 下班行驚 圓擊路二段這個十字路口 和一名無罩駕駛的未成年十六歲學生相撞 兩側疑似都沒有煞車 對撞後當場起火燃燒 我撞了這樣啪一下就抖開來 我看到火燃燒 那大火燃燒 我還要回家 拿來蒙樂車殺了面目全非 只剩下骨架 警方趕到現場 要來釐清肇事責任 但是目警民眾形容這個路口 很多騎士經常高速通過 也讓這裡成為容易肇事的路段 這都嚇了很嚇 他都沒有在管 都沒有在動就對了 機車相撞起火燃燒 兩名駕駛目前都還在醫院觀察 但是看看這火勢一發不可收拾 不能想像當時撞擊力道 有多大 只有什麼會再彰化的 再次方報導